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广州新增1,935宗新冠本地个案 大部分在海珠区 该区宣布延长社会免管控 自星期五五夜12点 各位外聊淑宜 网媒《立场新闻》前总编辑中配权 同处理总编辑林绍彤 被控全谋发布煽动刊物案在区域法院逐审 其中林绍彤申请保释获批 雄方申请上六个文件夹 涉及1,500页文件 又说有警员昨晚才完成录取口供 辩方说警员和先前证人的口供有出入 可能会影响盘问方向 连大需时研究先前的证供 打算申请永久中止聆训 而且替林绍彤申请保释 法官郭伟健休庭考虑后批准他保释 长洲居民郭卓坚申请司法复核 说疫苗通行证和安心出行政策不合法 郭卓坚到高等法院提交入品状 答辩人是业务卫生局局长 说政府两年前订立法例第599章 要求市民使用疫苗通行证和安心出行 先前可以自由进出表列处所 日品状说根据条例 定立需要基于防范突发性疾病 保卫公共卫生和健康 質疑新冠病毒流行当年 现在并非突发性 而疫苗通行证和安心出行 令社会经济更差 影响市民健康 亦大幅增加市民心理、生理和精神困扰 规定不合法要求法庭下令取消 港台前编导蔡玉玲 就车牌查册作虚假陈述被判罪成 上诉遭到驳回 她表示失望会研究会不会再上诉 港台节目亨窗站 事任编导蔡玉玲 前年就元朗721事件查册车牌 去年被裁定两项 不明之而作出虚假陈述罪成 判罚6000元 她上诉去到高等法院 法官李云腾颁布书面判词 说道路交通条例的立法意图 是规管道路交通等等 都是与交通以及运输有关 而不是犯自一切可能与车辆有关的事 而运输署避传资料涉及车主的个人私隐 法庭在存职的时候 有权及应该顾及私隐相关法例 处方无责任 如上诉方提出 要考虑便利资讯流通 及促进新闻自由 这个亦不是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之一 因此处方有权拒绝她的查册申请 至于上诉方提出 蔡玉玲怀疑涉案的车辆运载疑似罪罪犯 属于要查明被用来犯罪工具车辆的负责人 可以理解为与交通有关 法官反驳这个说法 是过于牵强、不合情理 潘慈有认为 查册的时候提交的声明要求 内容明显而清晰 一般人不难断定她的定义 蔡玉玲以良好的动机查册 但并不是辩误理由 迫回她的上诉 蔡玉玲说会与法律团队研究判事 再决定是否上诉 无线电视记者中卓希报道 香港法律州展开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参与人士用行动为香港法治投下信心一票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刘光源就说 要继续完善香港法律体系和制度 律政司一年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香港法律州 在继上个星期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之后 再有国际会议在香港举行 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自开幕前 说两项活动反映香港重返国际舞台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Hong Kong Legal Week signifies your vote of confidence in Hong Kong our rule of law and our strength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Last week, I welcomed top financiers around the globe in Hong Kong at our Global Financial Leaders Investment Summit This week, we welcome distinguished legal professions to the Hong Kong Legal Week Our message is clear Hong Kong is on stage again 他又提到香港将会设立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 With the strong support of our country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preparatory office will be established in Hong Kong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will be an international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that will provide friendly, flexible, economical and efficient mediation services for international disputes Next year, the office will commence and organize the negotiation of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the preparatory work 外交部駐港工署特派原流光源 親身出席活動 表示法治令到香港維持繁榮穩定 Twenty-five years ago,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as just a concept But to date, it has been successful practice for 25 years We made it possible by never forgetting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never stopping improving the policy as needed We must carry forward this spread and continue to improve Hong Kong's legal systems an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Only by doing so ca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glow with new vigor and vitality 劉光源又說 隨著更多國際法律機構在香港成立 相信香港的優勢會越來越明顯 無線電視機者,吳嘉軒必留 政府同意容許旅行團 在入境頭三天以團進、團出的方式 進入住提公園、博物館等指定景點 亦都可以進入指定的食肆用線 具體安排今個月推出 現時入境頭三天 若果快測程陰成 可以遲黃馬上班、上學 但不能進入食肆等廚所 被指未能吸引旅客來港 政府最深說 今個月將會推出針對性的安排 容許旅行團黃馬期間進入指定景點 亦都可以進入符合特別防疫要求的指定食肆 在分隔區域用線 當局同事會探討 是否容許短暫逗留的團友 在抵港之後做少些核酸檢測 前提是行程期間每天都要做快測 有興趣的旅行社要事先 和旅議會登記相關旅行團的行程 並且要求團友要用安心出行 以及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廣州海珠區延長社會免管控至星期五 午夜12點 內地新增近5500宗新冠病毒本地感染 廣東的疫情最嚴重佔超過2000宗 其中在廣州感染數字連續兩日破千 新增1935宗 大部分在海珠區 當地上星期六已經開始加強管控 建議居民原則上居家辦公 並實行臨時交通管控 措施原定去到今天5日12點 當局最新宣布 社會免管控延長至星期五 5夜12點 朝鮮半島局勢持續緊張 北韓說為了反制上星期 韓美聯合軍演展開了軍事作戰行動 強調敵人的挑釁若果沒有優子 他們會毫不留情應對 北韓官方朝中社公布多張相片 指上星期三到星期六 先後發射戰略巡航導彈 和戰術彈道導彈等 24天的軍事作戰行動 反制韓美的境界風暴聯合空中軍演 北韓軍方說 行動無意攻擊敵方空軍基地 和戰機 以粉碎敵人瘋狂的戰爭挑釁 期間試射多枚導彈 包括一枚洲製彈道導彈 和數百枚炮彈 又出動500架戰機進行總戰鬥出擊 並於軍事作戰最後一日 再次無意攻擊空軍基地 發射兩枚攜帶散彈頭的 戰術彈道導彈 北韓說 全部軍事作戰都達成計劃目標 高水平作戰能力令人滿意 展現了對北韓武裝力量的自信 和士兵的報復意志和必勝信心 今後也都將持續採取各種壓倒性軍事措施 以實際行動堅決應對韓美軍演 又說敵人的挑釁行動越無優子 北韓軍方將更不留情應對 而為了應對北韓導彈和核等威脅 南韓啟動為期四日的指揮所演習 這項太極演習透過電腦模擬方式進行 不會出動兵力和軍事裝備 只在提高危機管理能力 和戰時轉換執行能力 無線電視記者 陳偉珊報道 有四日一會回來再會報道 再有兩個文憑史考生 複合成功取得七方五星星成為狀元 天文台朝早錄得19.7度 是近十五年來最冷的立冬 回來新聞時間 先看財經消息 恆生指數暴16,595點 升434點 全日總成交有1485億 最活躍港股收市價 騰訊控股升6.8 阿里巴巴跌2號 營賦基金升4.5 美團升3.5 港交所升13.4 南方恆生科技升1.4800 日明生物升3.6 比亞迪股份升1.5 京東集團升5.4 中國平安升2.5 中國平安升2.5 主要藍籌股收市價 匯豐控股升1.5 油邦保險升2.5 中移動升1號 港交所升13.4 香港中華煤氣升1.2 衡生科技指數 修市部3396點 升132點 大澳洲股市 倫敦富士100指數跌4點 法國巴黎Cat指數升3點 而德國Dex指數升108點 其他消息 上個月中上任的科大校長葉玉如說 會和學生做好溝通 也會確保大學學生會得到認可 學生作為大學的非常重要的持份者 我們是必須要和他們有很好的溝通的 我們會用不同的渠道 一些可以是和不同的學生的組織 和他們溝通 也都可以是譬如通過學院 或者是不同的學系去安排一些渠道 是和學生溝通的 學生會和其他學生的組織 都會得到大學的同一的認可 科大舉辦業界交流日 展示大學最新的基礎研究成果 葉玉如說 對香港未來的創科發展充滿信心 因為大灣區有完善的產業鏈 和廣闊的市場 將順盤港大學和大灣區內各企業合作 可以實現大學科研成果落地應用 發揮業童效應 再有兩個文憑市考生複合成功 最終取得七科五星星成為狀元 成功會臨戶紀念中學歐培恩 複合法學科成績之後 由五星提升為五星星 成為這間學校第一位 七科五星星的狀元 早前已經入讀劍橋大學 而新界鄉義局元朗區中學 余東程原本考獲五科五星星 他正修讀港大和倫敦大學學院聯合商學委 法律課程 文憑市成績公佈之後 他複合地理科和經濟科 不過第一次得地理科的複合成功 經濟科就在第二次複合 才獲升級吳星星 校方說複合過程雖然比較迂迴 但同學都十分之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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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陈淵南等人到現場等候 希望能夠拿回船上有紀念價值的物品 委員會說海事署昨天通知 會打鬧去年七月 在修基灣避風塘沉沒的啟風二號 工作預計需時兩天 保釣行動委員會2006年買入啟風二號 在一二年曾經駛釣魚台 多個保釣成員曾經登島 回港之後曾經多次意圖離開香港水域 被海事署禁止 說有理由相信並非純粹去暴雨 天文台今早錄得19.7度 是近15年來最冷的立東 踏入冬季第一天 本港大多數地區最低氣溫都跌到20度以下 其中大帽山一度錄得13.7度 而在尖沙咀的天文台總部 錄得最低氣溫是19.7度 創2007年之後的立東最低溫 天文台說東北季後風正影響廣東 同時一度廣闊的雲大 為該區帶來有雨的天氣 預測明天還會有幾陣趙雨 隨後幾日天色逐漸好轉 日間溫暖 一級歷史建築北角救黃都戲院落成70年 負責保育活化的發展商畫震撼淡結構 之後將會展開內部設計 預計在2026年員工 到時將會展出過千件相關的懷舊物品 時光倒流 光景交錯 戲院的木椅和告示牌又可以換起你幾多回憶 超等座挖賣5點半長7元 午夜長3元 當年不少人都覺得是奢侈的娛樂 歲月流星 員工休息室的收音機也都見證著歷史 戲院旁邊商場的救物 例如是鞋上的工具也都保留下來 黃都戲院的前身船工大戲院 在1952年12月開幕 7年之後逆手和改名 在1997年結業 超級建築活發的發展商 趁建築落成70年舉辦晚會 在黃都的前商戶等等聚首不堂 黎小姐的爸爸媽媽昔日在黃都開辦士多 她的童年就在士多度過 每一次戲院我們真的看時間 兩天搬 然後就叫家裡幫忙、小孩 我們就整家一起去幫忙收錢 幫忙遞汽水 甚至乎拿小吃給客人 到時去戲院看有一個指令動作 觀眾打開這塊布幕才正式來到戲院的範圍 主辦這次也保留了這個細節 讓大家重新一次步入黃都的感覺 發展商說 至今在坊間和戲院裡面 收集了過千件的舊物 並且訪問50人 以口述歷史紀錄黃都的點地 活發之後會在建築裡面展出 不過戲院多次逆手 內外結構曾經被改動 活發團隊才要確保建築穩固 我們希望可以有一些比較 innovative的方式 可以又符合到這個條例的要求 亦都可以滿足到大眾對 觀賞這個行假的一個希望 所以現在為什麼我們花這麼多時間 去做一些事情的勘探的功夫呢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確保那個結構 都符合可以我們將來那個用途 又安全地 它有目標2026年能夠對外開放 無線電視機者不解謙不道 入境團黃馬的團友 將會可以進入主題公園 博物館等景點 並且在指定餐飲廁所分隔區域用線 海關破獲今年最大中海路走私案 檢獲大約值3億懷疑走私貨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事說 中國在推進碳中和的工作取得顯著成效 各位我是廖淑儀 政府同意容許旅行團在入境頭3天 以團進團出的方式進入主題公園 博物館等指定景點 也可以入指定的食肆用線 具體安排這個月推出 現時入境頭3天 若快測程陰性 可以是黃馬上班上學 但不能夠入食肆等廚所 被指未能吸引旅客來香港 政府最新說 今個月將會推出針對性的安排 容許旅行團黃馬期間進入指定景點 也可以入符合特別防疫要求的指定食肆 在分隔的區域用線 當局同事會探討 是否容許短暫逗留的團友抵港之後 做少些核酸檢測 前提是行程期間每天都要做快測 有興趣的旅行社要事先向旅議會登記 相關旅行團的行程 並且要求團友使用安心出行 以及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本港新增新冠病毒個案 重上5000宗水平 新增5198宗本地感染佔4634宗 擦架案佬和兩間殘疾軟石 一共12個院友和兩個員工確診 有38個院友列為密切接觸者 自上個星期五至今 一共有627間學校 情報1184宗個案 兩間學校各有一班有聚集個案 要停滅售貨一個星期 輸入個案佔564宗 本地和輸入個案當中 未有新的變異病毒株個案 另外再多五個患者離世 第五波疫情 累計有10262宗死亡 海關破獲今年最大宗的海路走私案 在葵涌貨櫃碼頭檢獲 只值大約3億的華爾走私貨 拉了一男一女 這3億華爾走私貨物 收藏在10個混往天津的貨櫃 包括50噸海味 3萬支餐酒 大量電子產品 化妝品 美容針 和30噸固體廢料 亦發現一批受管制瓶藜物種 包括6噸魚汁 乾壁虎和海麻雀等等 如果成功走私 相信至少可以逃避3億內地稅款 海關系根據情報和風險評估 發現有走私集團 利用遠洋船走私 鎖定部清雲載 亞加利膠板的貨櫃 表面上看起來 是一個很正常的新報 但是其實內地 也是世界上一個主要生產 亞加利膠板的國家 未必需要這麼大量入口這些貨物 因此這個新報引起了我們的懷疑 海關上個月26日 在葵聰貨櫃碼頭折查 部分木箱封上玻璃膠 防止貨物氣未洩漏 執法人員透過X乾儀器 發現貨物形狀 物料和物度有差異 揭發走私 這宗是自疫情以來 第一宗利用遠洋船走私的案件 不法分子是捨近取願 不惜成本 是利用了較高運費的遠洋船 利用了遠洋船 較大量的正當貨物 是企圖掩飾這些走私貨物 在這些正當的貨物當中 意圖增加我們的執法困難 和企圖援木運珠 海關之後突擊搜查元朗一個倉庫 拘捕48歲的物流公司男負責人 和一個53歲女職員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Mosinis記者 質疑問不到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討論如何加快被市民上樓 多個議員關注如何打擊濫用公屋的問題 我不相信你那個管理 那個屋邨的管理不知道 所以只有兩樣 一是出些善人費 好像警察那樣 誰舉報隔離房屋 誰人都知道隔離房屋那個 都三年沒回家 或者只是過節回來拿些衣服 也不成功 其實你出這個 我想很多人會告訴你 或者在那個罰測那裡 就是可以加大它 我們會持續地去採用或者去試用不同的方法 管理員那個的確是其中一個 我們知道資料的一個線索 我們收到投訴 每一個個案都認真去做 認真去查 當局有提到 仍然是以三年為上樓目標 但時間或者是涉及不同因素 例如新界有較多公屋供應 但有輪候人士只是心意港島的單位 到上樓的時候 他的輪候時間必定較長 中國駐瑞士大使王世廷說 瑞士如果在乎中瑞關係 就要避免就新疆人權問題 加入歐盟對華的制裁行列 王世廷接受瑞士傳媒訪問時 警告如果瑞士對中國實施制裁 局勢將會朝不受控制的方向發展 兩國關係將會受損 歐盟在去年針對新疆人權問題 對中國官員實施制裁 瑞士尚未決定 是否加入歐盟對華制裁的行列 聯合國氣候大會 在埃及沙姆沙伊克舉行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事海鎮華說 中國在推進碳中和等的工作 取得顯著成效 中國積極樂視巴黎協定 進一步提高國家自主貢獻的力度 圍繞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 有力有序地推進各項重點工作 他又說中國已經建立碳達峰碳中和領導機構 制定中長期溫室氣體排放控制戰略 初步核算去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 比20年降低3.8% 比05年累計下降超過五成 他又說中國積極營造綠色低碳氛圍 極力全社會參與碳減排 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城市交流活動 增強社會綠色發展理念 引導公眾淺行綠色低碳生活 七大工業國外長日前舉行會議 提出要協調應對中國的措施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強烈不滿 敦促七國集團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中方在涉港、涉疆、涉台等問題上的立場 是一貫的明確的 七國集團外長會這份所謂聯合聲明 無視中方嚴正立場和客觀事實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惡意、污衊、抹黑中國 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我們敦促七國集團別再固守 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 停止干涉別國內政 停止重複謊言、謬論 停止挑動地區矛盾 製造陣營對立 為全球合作創造有利條件 先休息一會,稍後回來會報導 內地上個月外某數據軟順預期 超過兩年來再次錄得負增長 有經濟師預計 內地經濟短期仍然會受壓 內地上個月外貿數據軟順預期 在主要經濟體加息和疫情持續之下 內地上個月外貿表現以美元計價 出口由正增長轉為負增長0.3% 是前年5月以來第一次錄得負增長 進口同樣由正轉負0.7% 是前年8月以來的低位 兩個數字都遠差過市場預期 貿易信差擴闊至約851億美元 以人民幣計價上個月進出口同樣差過市場預期 今年以來面對複雜嚴峻的外貿發展環境 我國高校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穩經濟依覽制政策和接續措施效應持續釋放 外貿頂住多重超預期因素的衝擊 近期人民幣匯率持續貶值生產成本降低 但經濟師認為對於提升出口競爭力 並沒有大的幫助 主要其實各個亞洲新興的貨幣都有一個下跌趨勢 所以也代表著當人民幣貶值的時候 其實其他的貨幣都同時間在貶值 所以其實匯率的貶值似乎就未必會說 對於出口來說有一個太大的提振作用 另一方面就是除了匯率之外 我們都要看回一個實質的需求 而當全世界的實質需求其實都在減弱的時候 其實都很難寄望到出口是有一個非常亮麗的表現 另外海關總署公佈 今年頭10個月 與房地產建築相關的鐵礦砂進口量價齊跌 而主要與工業生產相關的原油、煤、天然氣等能源進口價格雖然上升 但進口量錄得下跌 吳卓恩認為反映在清零政策的不確定因素影響之下 內地房地產行業、消費或者投資等的經濟表現 短期會繼續受壓 無線電視記者盧沛恩報導 港股先跌後升 穩守二十天移動平均線 上星期五美股中止四年跌 升超過四百多點 港股低開一百二十九點 但隨即掉頭回升 近中五星復國大致六百六十點 五後星勢略回順 收視升四百三十四點 報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五點 成交一千四百八十五億 這個星期其實是一個挺關鍵的 如果可以真的站在二十天線這個位置 這個星期的話 不再跌下去的話 真是不排除港股 在短期之下 你已經是看到底下 甚至乎會有一個機會出現 在第四季一個明顯的反彈 藍酬股近乎全線向上 若明生物連續四日有過億資金淨流入 股價升超過百分之八 內地發佈未來三年運動發展的規劃 新州國際升百分之六 李寧升超過半成 港交所10月日均成交額 重拾過千億 股價升超過半成 宗市研究院的數據顯示 上星期內地樓市成交 按連同按星期都下跌 多謝內房股在大市氣氛向好之下 仍然延續上星期五的升勢 少傳旭輝華北區域總裁將會離任 集團澄清有關職位沒有變動 旭輝股價升超過一成半 碑桂園升一成一 是全日表現最好的藍酬 蘋果公司預計 新手機型號的出貨量將會下降 交付時間將會延長 一眾蘋果概念股不跌反升 通達集團升超過一成三 信譽升一成一 上星期五倫敦金屬交易所三個月期同價格 抽升超過百分之七 有色金屬類股份有炒作 五礦資源升一成六 復星國際計劃出售44億 招金礦業H股 給紫金礦業全資子公司 指金升超過一成 招金升超過百分之九 無線電視記者隨著報道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星期三開始展出一百二十四件 歐洲列支敦士登黃失藏品 最為綜目的展品 是十七世紀巴洛克時期 兩位歐洲藝術大師 彼得保羅勞本師 和安東尼凡大黑揮劃的經典名作 包括以神話為題的 《馬爾斯與雷雅西爾維雅》 和多幅以宗教故事為背景的畫作等 亦都有附東方色彩的作品 包括庭園花偉文盤 由景德鎮堯蕭造詞器 再在維也納配製同道金色件 突然中歐文化交流 今次的展覽主題是藝園尋真 全部展品第一次在香港亮相 展期到明年二月 特別展覽門票一百二十元 退出媽咪面的馬來西亞食品公司 創辦人馮鎮煙世世 在年九十六歲 聖州日報報道 他在1971年創立公司 隨後業務擴大 1992年上市後 改名為媽咪大寶達食品有限公司 目前生產包括媽咪面 在內超過五十種食品 產品行銷香港等全球多地 報道說 馮鎮煙上星期六離世 他出任公司行政總裁的孫 在社交網站發文 形容它是全奇 每次 grote禁電 感谢观看